文章来源奔流新闻 就在几天前 上海市鼓励购买和使用新能源汽车实施办法正式发布 实施办法明确 2024年上海将对购买新能源汽车继续给予免费专用牌照额度支持 使用新能源汽车既节能减排 也节约用车成本值得鼓励和推广 然而最近有多位新能源汽车车主反应 他们在购买车险的时候遇到了阻碍 这些车主驾驶新能源汽车都有四五年了 之前还能正常买车险 但不知为何 最近续保时有的直接被拘保 有的则被要求增加价格不菲的附加险 否则免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车主叶先生称 自己四年前买了一辆微马纯电动车 直到去年为止一直在三星财险投保 不过他今年打算续保时 却被三星财险无缘无故的拘保了 一直保到现在三年 第四年他说不能保 但不能保的原因 他一直说不清 就和我们说不能保了 问及聚保的理由 三星财险公司的客服人员表示 因为这个车型 我们公司不让坐了 和保有限制 叶先生追问限制什么东西呢 对方则回复称 就是不让坐不让买了呀 记者之店三星财险服务热线 询问相关事宜 客服人员表示 聚保并非针对微马车型 而是所有新能源车险业务都不做了 今年确实对这个车子有限制 也不是针对微马 没有针对哪个品牌 而是针对所有新能源这块 因为亏损太严重了 所以现在有这方面限制要求 客服人员说 记者又拨打了太平洋保险的服务热线 同样被告知 因为车型被管控 无法投保 无独有偶 车主洛先生也反映称 自己五年前购买了一辆奇瑞纯电动汽车 之前都在人寿车险投保 今年对方却表示 如果不买租位险 就保不了 洛先生说 给我的回复是 因为我新能源车已经到五年了 车损比不成正比 所以不能购买 然后我一定要续保 一定要加附加险 租位险 或者其他的保险 我三千多元的保险 被一直提到四千多元 对方还说 就算你买了座位险 我也要叫领导去报批 洛先生还表示 五年来他的车只出过两次险 因此 以损比过高为由提高门件 他并不认可 两次出险赔付 总金额在一千二百元左右 我问过几个做保险公司的 他跟我说 保险公司因为亏损比较厉害 新能源车 内部都禁止五年续保 买过车险的车主都知道 车险保费 与车辆前一年的 出险赔付金额挂钩 像洛先生这样 五年里只出了两次险 总共赔付了一千二百元左右的 今年车险续保 却被要求购买附加险 平白无故地涨价一千多元 听起来 似乎确实不太合理 但是保险公司不是慈善机构 不会做十本生意 部家保险公司的客服 也明确表示 新能源车险业务亏损严重 所以才会变相涨价 或者直接聚保 那么新能源车险 为何会亏损呢 为何开了四五年 甚至七八年的燃油车可以保 而同样年限的新能源车 买个车险 却那么难呢 记者联系上了叶先生 此前投保的三星财险方面 有关负责人表示 新能源汽车维修成本高 定损难 因此 相比于传统的燃油车 新能源车的保险理赔成本会更高 三星财险消费者权益保护负责人 毛威峰说 新能源车 对于保险公司来说 它的理赔成本确实会比原先的燃油车高一点 而且电池也是新的产物 到底应该怎么修 怎么去鉴定它 也缺少一个标准 这也是导致新能源车成本比较高的一个因素 这位负责人的说法 记者在平安保险的电话客服处也得到了证实 平安车险电话客服表示 燃油车发生碰擦 单独的零部件该多少钱就多少钱 新能源碰擦 往往不止坏一个零部件 而是整体都坏 因此金额会更高 新能源车险板块都不赚钱 全部亏钱 能不做就不做 除了理赔成本偏高以外 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 不少车主开着非营运的新能源私家车 却违规注册成了网约车从事非法营运 同时又要反过来 按照私家车的保费标准来投保 这种情况也会被保险公司拒保 三星财险公司电话客服表示 新能源市场亏损比较多 很多也是网约车的缘故吧 导致赔付率比燃油车要直线上升 因为营运车和非营运车差了将近三倍保费 而我们又没办法分清它 又没有跑网约车 三星财险的客服也表示 无法鉴别是否违规投保 但奇怪的是 另外一些规模较大的保险公司 客服人员却表示 后台与网约车信息联网 人保车险电话客服称 如果你注册了网约车 系统显示的出来 你注册过没跑过 也是保不了的 平安车险电话客服称 保不了的原因 是你注册过网约车或顺风车 交管平台是通的 所有保险公司用的是一个统一的平台 它可以监控到你是否是网约车或顺风车的 对此 法律界人士指出 今年9月发布的保险销售行为管理办法 将于明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 其中第15条规定了 保险公司应当建立保险产品分级管理制度 上海深道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杨周华表示 营运和非营运 首先要求客户自认 车辆一旦用于营运 保费就要上浮 而如果将非营运车辆用于营运用途 则违反了保险相关合同条款 保险公司有权拒绝理赔相关保费 随着新能源车的维修标准 三电检测以及定损标准陆续出台 未来新能源车险的保费标准 也会越来越规范 我们相信整个行业会慢慢丰富这一块排查的能力 毛微风说